10月17号至19号备受关注的前警察总监菲尔迪·三博庭审 在雅加达南区国家法院开庭 在为期三天的庭审有三位法官主持 而这三位法官则以连结公正而出名 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步了解这三位法官 其实庭审有三位法官主持 阵容如此之大可见政府对该案的忠视 担任辞职庭审审判长为瓦尤 另外两位法官为摩根与阿里敏 瓦尤出生于1976年2月17号 1999年3月为公务员 最后的职位为一级主要代理人 自今年3月9号期 他出任雅加达南区国家法院副院长 在担任雅加达南区国家法院院长期间 外游曾主持过米米卡县县县长 奥马伦涉险在米米卡建造教堂的腐败案件中 嫌疑人身份的审前听证会 在今年8月25号宣读判决出中 外游驳毁了奥马伦的审前申请 另外通过对国家行政人员财富报告网站的搜索 截止2022年1月24号 当时仍担任登巴萨国家法院院长的外游 个人资产为120多亿顿 负债6.91多顿 第二位法官为姆根 出生于1962年9月22号 1992年12月担任公务员 最后的职位是中级主要代理人 在雅加丹南区国家法院时 姆根是唯一一位拒绝印尼凡府协会 向苏坛委员会预审 与佐哥赞德莱有关案件的法官 2017年在缅南任职期间 私厂85公斤冰毒和5万克摇头丸的毒贩李扎 被摩根死刑 2020年7月 缅南一所大学的三名学生 一联手谋杀一位同学 而被摩根判处5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 因自国家组织者财富包括网站的信息 摩根拥有约4亿顿个人资产 而最后一位法官为阿里敏 他出生于1967年11月29号 1992年担任公务员 在担任雅加丹南区国家法院法官前 阿里敏曾担任班图尔地区 及鲁布林高地区国家法院院长 而最近阿里敏因驳回一宗夸宗教婚姻诉讼 并允许两人结婚而被大宗所认识 在这之前 阿里敏也曾主持 印尼银行流动性援助案中审前听证会 并拒绝了印尼反腐协会 于2021年6月29号提交的审前申请 根据国家苏坛委员会的财富报告网站的信息 阿里敏的个人资产为1.8亿多顿 美都新闻整理报道